今天的正道经文是《使徒行转》第二章一至十三节 正道经文《使徒行转》第二章一至十三节 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突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 保障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 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各人头上, 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 那时有虔诚的犹太人从天下各国来,住在耶路撒冷, 这声音一响,众人都来聚集,各人听见门徒用众人的乡谈说话, 就甚至我们都惊讶希奇说,看那这说话的不都是加利利人吗? 我们各人怎么听见他们说我们身来所用的乡谈呢? 我们帕提多、帕提亚人、马代人、以兰人、 来获住在米索波大米、犹太、加帕多加、本都、阿西亚、 弗里加、黄菲利、埃及的人,并靠近古利来的、 旅比亚一带地方的人,从罗马来的、客旅中, 或是犹太人、或是进犹太教的人, 隔离底和阿伯拉人,都听见他们用我们的乡谈, 讲说神的大作为,众人就都惊讶猜疑,彼此说, 这是什么意思呢?还有人积笑说,他们无非是伸走满门了。 圣经一节目。 我们很多谢阿廖响令弟兄再次回来为我们正道。 廖弟兄大家已经比较熟悉了,是不是? 他不止为我们正道,而且他在国语团契, 又有信望爱团契,他都为我们分别广见性和正道。 所以为这位弟兄,我们真的要献上感谢。 廖弟兄是家臣,就是天朝的家臣神学院, 将进入第三年,就是最后一年的神学生。 下个主日,记得他10点至10点半是为我们带领主日学, 我们一起研读这个圣经。 所以求神也是祝福他,带领他。 多谢廖弟兄,请。 好,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今天很开心可以再次跟大家分享神的话语。 今天所选的经文是出自《使徒行传》第二章一至十三节。 我们一起思想《使徒行传》里面的经文, 看看在今天当中带给我们有什么反思和反省。 我们在开始之前一起做个祈祷。 慈爱天父,我们感谢你。 我们感谢你恩待我们。 让我们的弟兄姐妹今天可以再次来到你的诗恩寶座前面。 祝有只求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运行。 求你的话语去安慰我们,去造就我们。 让我们更加认清你就是那位满有能力的神, 你就是那位充满慈爱的神。 我们将下面分享的时间交在你的恩导当中, 求你带领。以上的祈祷是奉我主耶稣基督, 得圣明志而求。阿们。 今天我要讲的主题就是 《得着圣灵充满,讲说耶稣基督》。 在《使徒行传》第二章记载有关主耶稣基督, 他应许圣灵降临的意象, 门徒得着能力, 和当时众人有不同的反应。 我们一起去思想, 我们这帮得着圣灵印记的基督徒, 应该把注意力放在哪里, 和我们怎样去面对一些未信的, 未得着福音的人。 今天我有三点去和大家分享。 我将二章一至到十三节的经文分成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二章一至到四节, 《圣灵降临,门徒得着能力》。 第二部分是第五到十一节, 《门徒众语讲神的大作为》。 第三个部分就是十二到十三节, 就是讲众人面对神作为的反应。 当我们讲基督徒是得着圣灵的印记, 我们通常就会引用《以忽所书》。 《以忽所书》一章十三节如何说呢? 《你们记听见真理的道, 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 也信了基督, 既然信他, 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 各位弟兄姐妹, 今天我们恩着信耶稣, 而得着圣灵的印记。 但是我们是不是有时候 只是追求个人的平安? 我们只是追求属灵的恩赐和能力? 我们专注于教会的侍奉, 我们要为神作大事。 但是结果我们就仁浮于事, 而漸漸忘记了那位主耶稣基督。 我们又会不会在祈祷当中, 很大部分都是祈求有能力, 祈求有帮助, 在事奉上, 在工作上得到顺利, 求主帮我们解决难题? 我们会不会在我们感恩的祷告当中, 很大部分都是感谢主的供应? 结果我们本末倒置了, 而漸漸忘记我们更加应该是感谢主耶稣基督 为我们的牺牲, 为我们的写命。 在另一方面, 我们是不是又准备好自己? 当遇到一些人对耶稣, 对福音有疑问的时候, 或者他们认为基督教是一种迷信, 认为基督徒是一帮自我麻醉的人的时候, 我们是否可以好好地把主耶稣基督的福音 向他们说清楚呢? 还是我们会一开口就说, 我不行的, 我不行的, 找别人吧, 但是圣经怎样说呢? 在《使徒行传》一章八节, 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 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并要在耶路撒冷, 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 直到地极, 作我的见证。 作我的见证就是作主耶稣的见证, 简单来说就是我们是得着主耶稣的应许去说耶稣。 在上星期吴牧师讲道, 他提到《使徒行传》第一章的时候, 讲到主耶稣基督在升天前, 对门徒所讲的最后的一句话, 今天我们在开始第二章之前, 一起重温一下在第一章主耶稣基督所讲过的东西, 主耶稣基督在复活之后四十日和门徒在一起, 讲神国的事情。 《使徒行传记载》主耶稣说第一句话就是在第一章四节, 经文说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 属负他们说, 不要离开耶路撒冷, 要等候付所应许的, 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 在这节经文, 属负的原文的意思就是命令, 不要离开耶路撒冷, 要等候付所应许的。 原文是有个连接词, 但是。 这个但是的作用就是加强那个语气, 表示现在就要等。 所以一章四节可以翻译为, 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 命令他们说, 不要离开耶路撒冷, 现在就要等候付所应许的, 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 你们听见我所说过的, 表示耶稣不是一次说过相同的事情给门徒知道, 所说的就是刺下圣灵。 在马太福音七章和路加福音十一章, 我们很熟悉的经文就是说, 你们祈求就给你们, 尋找就尋见, 叩门就给你们开门。 马太福音七章十一节, 说你们虽然不好, 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 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 岂不更把好东西吸求他的人吗? 好东西是什么呢? 如果我们只是看马太福音, 未必知道好东西是指的什么, 但是在路加福音就说了答案给我们听, 路加福音十一章十三节怎么说呢? 你们虽然不好, 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 何况天父, 岂不更将圣灵吸求他的人吗? 所以, 好东西就是指神赐下来的圣灵, 这是一个很珍贵的礼物, 大家想想想, 是神以父的身份赐给儿女的礼物, 就是圣灵。 在《使徒行传》一章五节的时候, 主耶稣和门徒说, 约翰是用水施洗, 但不多几日, 你们要受圣灵的洗。 经文当中, 但不多几日, 实际上的意思是很多日之后。 简单来说, 主耶稣没有明确说, 哪一日才会圣灵降临。 我们会问个问题, 耶稣为什么你不说清楚? 三日就三日, 五日就五日, 十日就十日, 那我第九日才去到, 然后等一日, 你就赐下圣灵, 那就好了。 在一章六节的时候, 门徒问一个相似的问题, 门徒问耶稣主啊, 你复兴以色列国, 就在这时吗? 在一章七节, 耶稣怎么回答门徒呢? 耶稣说, 他说, 赴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 日期, 不是你们可以知道。 知道在原文的意思, 是理解和认识。 我们开玩笑地问, 为什么不让我知道? 实际上可能不是我们不知道, 可能是我们是不可能去认识, 不可能去明白当中的安排。 例如我们都知道, 打疫苗是对我们有帮助。 但是为什么有帮助? 怎样帮到我们? 我们就未必完全去理解, 完全去明白, 认识当中疫苗的道理。 门徒虽然不认识, 不理解主耶稣为什么没有说明是哪一日赐下圣灵? 但是门徒他们知道, 这件事是必要成就的, 因为是復活后的主耶稣基督所说的应许, 应许是不会落空的。 所以作为门徒, 要学习的就是等候主定的日子, 顺服主带权柄的安排。 在《路加福音》十四章二十五至三十三节, 是讲做门徒的代价。 在十四章二十五节, 说有极多的人跟耶稣同行, 但耶稣却转身来, 对他们说。 当时有很多人跟着耶稣后面, 耶稣在前面走走走的时候, 然后就转身跟他们说, 说些什么呢? 就说, 凡不会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 也不能作我的门徒。 也说, 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 就不能作我的门徒。 开始时, 有极多的人跟着耶稣同行, 但做主耶稣的门徒是需要付代价的, 所以就有人选择离开, 而留下来的就是真正主耶稣基督的门徒, 他们代表了愿意等候, 他们代表了愿意顺服。 当我们有了这些背景, 我们明白了之后, 我们知道圣灵是一个很宝贵的礼物, 我们知道经文当中的门徒是指那些真正愿意跟随主的人的时候, 我们开始看第一点, 就是圣灵降临给门徒得着能力的时候, 我们就会看到二章一节的经文, 就不是那种平平无奇, 淡然无味, 五尊折例了, 这帮门徒就是怎样了? 不是这样的, 而是我们看到一个令我们心情很激动, 我们看到圣灵降临到这帮门徒身上的历史时刻, 主耶稣基督所说的应许在今天就应验了, 而那一帮是真正的门徒, 他们愿意祈祷等候, 听从主的命令, 顺服主的安排, 撇下一切去跟随主的门徒, 可能曾经很多人因为好奇, 或者其他的理由, 曾经跟耶稣同行, 但是当他们等了一天, 等了两天, 等了一个礼拜, 等了两个礼拜, 都没有事发生的时候, 他们信心就动摇, 他们就选择离开, 大兄姐妹, 学习等待, 学习忍耐, 学习顺服, 学习相信, 这些跟随主的人, 就是我们做门徒, 需要认清楚就是, 作主门徒是在走一条付代价的路, 我们一个人走很难, 但是我们一起走, 广东话说, 拍照, 你提醒我, 我提醒你, 你帮我, 我帮你, 我们彼此代讨, 我们用心用生命去实践主的命令, 这一班人就形成了初期的教会, 这一班人, 也是可能, 今天的你和我, 去形成了今天的教会, 我们回去二章一节, 五秦节到了, 门徒都聚集在一起, 在二章一节的五秦节, 在旧约的时代称为七七节, 又是叫做修割节, 是犹太教重要的节期, 犹太人在这一天, 就会一起聚集, 兴高采烈地去庆祝修成, 并且去到耶路撒冷的圣殿去朝拜, 在二章二节, 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 好象一阵大风吹过, 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 忽然的意思就是很出奇, 很震撼的意思, 是突然发生了一些超自然的事件, 一阵大风吹过, 令我们想起耶稣和尼哥底母, 在约翰福音三章八节, 他们在谈论着重生的问题, 主耶稣基督将圣灵和封相提并论, 所以在第二节的意思, 就是说突然之间, 天上有响声, 圣灵的彰显就好像狂风的声音那样, 充满了这群门徒所坐的屋子里面, 门徒是被包围, 在二章三节, 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 分开落在他们各人的头上, 我们记得在路加福音三章十六节, 施洗约翰说过, 但有一位能力比我更大的要来, 他要用圣灵和火, 吸你们施洗, 而舌头就是寓意人借着舌头所说的说话, 经文说分开落在他们各人的头上, 落在的意思就是留下, 留在他们的身上, 表示圣灵的降临是去到每个门徒的身上, 在二章四节的时候, 就说到他们都被圣灵充满, 二章三节, 圣灵降临之后, 他们就被圣灵充满, 按圣灵所按的口才讲别国的话, 刚才《士图行传》一章五节说, 主耶稣说, 若汉是用水施洗, 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 所以圣灵的洗就是圣灵充满, 那什么叫圣灵充满呢? 其实就是指, 人整天都受到圣灵的影响, 按圣灵的感动行事为人, 在《加拉太书5章25节》, 保罗怎么说呢? 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 就当靠圣灵行事, 靠圣灵行事代表我们 不是再靠我们的血气去行事, 当我们靠圣灵去行事, 依圣灵的方向指引教导去做我们每一件事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活出圣灵所结出的果子, 《加拉太书5章16-23》 在《加拉太书5节》, 我们来到第二点就是 门淘终与讲神的大作为, 在《加拉太书5节》说 有虔诚的犹太人 从天下乃乃乃 意思就是指 犹太人和一些信了犹太教的外邦人, 他们平时是山居在耶路撒冷以外的地方去居住 但是在七七节或者我们讲的收割节 又或者是五秦节 他们就回到耶路撒冷去参加活动 参加聚会 二章六节讲话者声音一响 这里的声音同在二章二节讲话圣灵降临前的响声 在原文当中是两个不同的字 所以有学者就认为这帮人聚集是被天上的响声所吸引 但是也有学者就认为在二章六节所讲的响声 就是门徒他们被圣灵充满之后 他们所讲的说话很大声 而吸引了这帮众人去聚集 去看看发生什么事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其实就是门徒在圣灵充满之后 他们走出去那间屋 朝着的圣殿向着圣殿去走 他们大声用不同的乡巧话 去讲神的大作为 去吸引群众 这帮群众听见就立门 立门的意思就是很迷茫 很莫名其妙 很不知所措 为什么会是这样呢 在二章七节八节说 众人听见门徒用乡巧话 去讲神的大作为 他们很惊讶很稀奇 为什么呢 这帮门徒是来自加利利 加利利出过什么好东西呢 他们是一帮知识水平 都是很有限的人 他们应该只会讲阿兰文 为什么他们会讲不同地方的乡巧话呢 这一点就是令到众人觉得很莫名其妙 也是很不知所措的原因 在二章九至十一节当中 刚才姐妹读了经文 我就不读了 在这个经文当中 我们看到有十五个原居地的名单 这些名单的来历 还有为什么会是这十五个地方 其实我们是不清楚 但是当时的情况很有可能就是 门徒因着圣灵充满 他们一路说神的大作为 用不同的乡巧话 那这帮众人听见之后 他们就很留心地听门徒在说什么 然后当他们听到 咦,他们原来是在说国语 不是,他们又在说潮州话 然后这些众人就问 他们是不是真的在说国语 是不是真的在说广东话 他们就在彼此这样去议论 这段经文就是可能在这样的环境之下 就这样去记载了下来 当然在神学上的意义来说就是表示 这个普世各地各方的人 都是借着神的恩典去听到福音 教会是一帮追随耶稣基督的门徒所组成的 他们是同样有着圣灵的印记 他们有神的应许得着能力 目的就是要传福音 讲耶稣 无论如何 即是我们说他们用什么乡巧话 他们所说的其实就是说神的大作为 在原文当中大作为 其实的意思就是神的伟大 今天我们知道神的伟大就是指 主耶稣基督就是那位死后复活 满有大能的主耶稣基督 就是祂想十字架为世人的罪去死去 然后再复活 这个就是神的大作为 这个就是我们作为门徒 要和人说的见证 就是主耶稣基督的见证 在圣灵充满之下就赐下能力 主要的目的就是要门徒讲主耶稣基督 我们不要将我们的注意力 放在追求神迹其事的能力上面 而应该是将我们的注意力 放在这个能力后面那位上帝 那位耶稣基督 圣经里面有很多有关能力的教导 我选了三个和大家分享 在《路加福音9章51节》 有一次记载耶稣和门徒 去了一个撒马利亚人的村庄 但是当地的撒马利亚人是不接待耶稣 耶稣的门徒、雅各和彼得如何说呢? 主啊!祢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 消灭他们 我们看到门徒是有能力 是可以叫火从天上降下去 去消灭那个村庄 耶稣没有称赞门徒说 你们真的大有能力 耶稣不是这么说 耶稣在55节怎么说呢? 耶稣转过身来 责备两个门徒说 你们的心如何?你们并不知道 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的原则 能力如果我们的心是匹配不上的话 有能力分分钟是一个很危险的事情 同样在路加福音10章20节 耶稣派70个门徒去传福音 然后在10章17节 那70个人欢欢喜喜地回来说 主啊!恩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们 门徒回来很开心 不是说我传到福音啊!很多人信你啊! 他说就是他们有个 鬼都服了他们的能力 那主耶稣怎样说呢? 主耶稣教导门徒就是说 不要因为有赶鬼的能力而欢喜 反而要因为他们的名字记录在天上而欢喜 再有一个例子就是施洗若汉 我们知道施洗若汉是被主耶稣所称赞 在马太福音11章11节 主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 凡苦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洗若汉 但是各位弟兄姐妹 施洗若汉他一生没有行过一件神迹 在若汉福音10章41节 他们说 若汉就是施洗若汉 一件神迹没有行过 但若汉指着这人指着耶稣所说的一切话都是真的 我们看到若汉所做的 他就是为主来做见证 在马太福音25章21节 主要求我们做的就是一个良善和忠心的仆人 我们忠心又良善的话 我们就可以分享到主人的快乐 我们从圣灵得着能力的目的就是要我们做耶稣的见证人 见证耶稣 我们就好好地忠心做好主托父给我们的工作 就是大使命和大戒命 第三点就是众人在神作为面前的反应 在二章十二节 记载有部分的人 看到门徒用不同的乡下话去赞美神 他们没有表示欣赏 他们也不觉得有兴趣 他们只是觉得很猜疑 他们很惊讶 意思就是他们想不明白 用这句话去翻译就是说 这里究竟发生什么事呢 众人见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就是这帮加利利人 竟然用不同的乡下话来赞美神 来讲神的大作为 但是这帮众人 是没有人跟他们去解释当中这个现象的意思 所以他们只可以彼此去问一下 他们在说什么 他们在说什么 他们这样的意思是什么 他们是有一种不知所措 不知道怎样的情况 在二章第十三节 这帮人当中又有一部分的人 他以为他们肯定喝了酒 他们喝醉了 他们情绪很高涨之后 就在乱说话 所以就忍不住去讽刺这帮门徒 就说他们就是灯酒灌满了 各位弟兄姐妹 今天我们同样都会面对这两种未信 未听闻福音的人 那我们要怎样去传讲主耶稣基督呢? 我们每个人的角色 我们每个人的背景 我们每个人的位置都不一样 但是只要我们在各自的位置上 我们都是传讲主耶稣基督 我们就不需要怕 因为圣经上的应许就是说 我们是得着能力去做耶稣基督的见证 那么在结论的部分 就是有四点和大家去分享 就是说 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去写明 在十字架上面流血洗淨我们的罪 父神令耶稣死而复活 以及立他为主为基督 这个就是神的大作为 作为基督徒我们恩信清义 借着主耶稣得救 又因为主耶稣的应许 我们得着圣灵的同在 我们是满有能力的 我们一方面不要以为自己平平无奇 我们没有口才没有才干 没有任何恩赐可以为主去作供 为教会去做事奉 但是我们也不要一美去追求施行神迹其事 我们追求属灵上的恩赐 而忘记传扬了主耶稣基督 因为主所喜爱的 就是我们做一个良善和忠心的仆人 今天就是我所分享的内容 感谢主可以和大家分享这个信息 感谢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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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主持人